山东首场专业放车展来了 4月28号到30号就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明花清国两相欢 常德君王带笑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房车情报 我是主持人丹丹 那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车 也绝对是让你有一见清新的及时美貌 也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台 来自于宇通的C533无拓展版本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车身的颜色方面啊 这台车采用的是仙草绿的线条拉花图案 那这个颜色呢给人一种青春活力的感觉 当然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款 车身尺寸方面啊 长度是5米99宽度2米53高度3米19 因为高度超过了3米 所以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限高问题 总质量呢是4.49吨 这车呢也是核载6人的国六的牌坊 蓝牌C本可开 车身方面采用铝制骨架加PVC龙骨加GMT内饰板 打造热断桥超强隔热层 城市冷链及箱体让车内温度更加体贴 现在我们到了车头前方来看一下它的额头 是以圆滑的造型来设计的 这样的好处呢就是降低风阻和减低我们的油耗了 那车顶啊中顶部分呢它是中间高两边低 这样呢就可以在暴风雨天气的时候 也无惧下雨不会积水了 来到车身右侧来看一下它的外部配置啊 上方呢是遮阳棚 乘客门打开之后啊里面还有防蚊沙门 这样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防蚊虫了 旁边看到的这个储物柜啊它是可以放调料瓶的 并且把柜门打开之后 这里可以作为一个置物板来使用 这里啊还有一个车外的淋浴花洒 可以在这里请洗菜 再来看一下后方的配置 这里呢有一个水箱的加注口 下方是抽拉式的卡式炉 如果喜欢在户外碰热美食的朋友 也可以选装柴油灶 来到车身尾部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黑水箱 上方速度监控倒车影像 下方倒车雷达 来到车身右侧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新能源的充电口 上方是一个超级大的储物空间 并且做了一个隔断 那这样我们放行李的话 也会更加的工整 现在呢我们就走进驾驶室来看一下 我们来到了驾驶室 整个空间方面看起来是非常宽敞的 动力方面呢是3.0T的柴油发动机 8IT自动变速箱 油箱容积呢是100升 主副驾驶座椅啊 都是皮革包覆的 手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两台座椅呢是气旋座椅 副驾驶还可以进行旋转 配置方面呢有定速巡航 胎压监测 有多功能方向盘 中控大屏支持手机互联 另外呢它还有GPS定位和ESP等 接下来我们就到生活空间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额头床啊 它做了一个升级空间非常的大 床的尺寸呢是2米21×1米45 可以够两个人睡非常的充裕 它的内部高度达到了75.5厘米 这样我们在床上啊也可以轻松的坐直身体了 它上方有一个天窗 这样我们躺在床上呢 可以看天外星河真的是非常美的享受了 来到了惠客区域 这台车采用的是环形卡座啊 配备四个安全带可以坐四个人 那颜色方面呢是蓝白配色 也非常的新颖清新了 中间的这个餐桌啊是气动升降餐桌 降下去之后这里就可以拼成一张床了 另外在我们惠客区域可以看到 我的左手边有24英寸的液晶电视 脚下呢是实用纱的地板葛防滑耐磨 床方空间看一下也是非常温馨的 在上方呢看到的是底质分体式变频空调 当然这台车没有排烟罩 我们也可以自己进行加装 外推窗双层的置物架 还有调料瓶的置物架 下方台面呢空间也是比较充足的 这里呢水龙头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直引水的水龙头 下面呢是不锈钢的洗菜池 再往下看全部都是我们的储物空间了 那值得一提的是储物抽屉 里面给大家做了隔断 这样碗块盘都能够很好分居了 后方呢是148升的防车装用冰箱 上方冷冻下方冷藏 乘客门的上方是整车控制面板 那是触控屏的 可以控制车内的灯光水电等等 旁边呢是四路监控 现在我们来到卫生间 可以看一下它的空间感啊 一个人用刚刚好 那它的配置都有什么呢 像我的右手边有一个扶手 并且上床爬梯呢也放在了这里 下方呢有一个防车专用的旋转马桶 玉帘外推窗 那后方呢还可以看到化妆镜 以及洗脸池和淋浴花洒 现在我们到达了后纵床来一起了解一下它的尺寸啊 这台车的后纵床呢它是非常长的 长度可以达到两米宽度是一米一五 这样个子高的小哥哥呢也能睡得下 这台车搭的两个床垫呢均采用45D高回弹床垫 中空透气更加贴合人的身体曲线 这样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也是非常舒服的 后纵床的下方啊有一个超级大的储物空间 那这个储物空间是跟车外相贯通的 这样我们车内车外拿起东西也非常的方便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这台车的水电方面它也是非常够用的 那电路方面有800安时的锂电也就相当于10.5度电 3000瓦的充电电一体机以及11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 平均每天呢大概能够充3.5到4度电能够够6到7天的使用 那水路方面呢是220升的净水箱大概是三个人三天的用料 那灰水箱的容积呢是90升也是非常的大的 这样呢可以减少在旅途当中的排水次数 让我们的旅途更加的畅快 再来说一下雨通房车一个非常令人放心的一点 就是它的售后无忧 那全国呢有2000多家的售后网点 365天无休 24小时可以紧急呼救 一般的故障呢4小时之内解决 重大故障8小时之内解决 30公里以内呢是1小时到达 60公里以内是2小时掉了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放心呢 好的那带大家看完了这台车 希望你能够喜欢它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房车情报 我是丹丹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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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